只因红度的老爹太过花心 竟在短短的两分三十秒内 以女生喜欢的花言巧语 把一对情侣当场拆散 然而在红爹傲娇之际 有一位美女从身旁走过 花心的红爹便转移目标 不料在豹德美人归后 尤里突然出现在身后 便立马把目标转向尤里 好在尤里经过检查 发现红爹偷武器的事实 可就在两人嬉戏之际 牙血鬼突然袭向两人 这是红爹挥动武器 打得牙血鬼火花四箭 结果仅仅坚持两分半 很快被牙血鬼勒住脖子 眼看尤里异常的麻烦 牙血鬼立马吐出粉尘 趁机逃离眼前的区域 此时尤里的上级导户 注意到两人的行动 随后导户找到尤里 让尤里劝说红爹加入组织 可尽管尤里表示反对 认为红爹道德败坏 但导户依旧没有介意 并表示能杀敌就已足够 更何况有缺点是好事 毕竟人无匹不可预交 与此同时红杜带上礼物 答谢馈赠红桌的恩情 而老板目护明经过询问 听到红杜红字的姓氏 瞬间改变脸上的表情 这时麻生会询问红杜 想要变成怎样的人 红杜表示他想和父亲一样 因为他的母亲曾说过 他的父亲纯真善良真诚 最讨厌歪门邪道的是 对此红杜没有一丝怀疑 可让红杜没想到的是 因为父亲干的缺德事 律师竟给他寄来律师函 虽说这些事发生在22年前 已经过了案件的追溯期 但这件事有关道德伦理 既然现在找不到本人 那么儿子来赎罪也很合理 同一时间健身房的导步 听到麻生会讲述乐器 解决掉牙血鬼的经历 认为乐器更有潜在威胁 麻生会表示要自己解决 可导步认为两者有矛盾 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另一边未确认律师函 红杜想了解背后的真相 原来在22年前 眼前的老者极其富有 当他不知道如何挥霍时 花心的红爹劝他开酒吧 并邀请世界小姐来招待 导致他在几天之内 赔得连裤衩都不剩 而另一位可怜的老者 本来是一位企业实干家 可因为红爹经常赖账 导致沾染到红爹的媒体 不仅一夜之间企业倒闭 就连老婆也跟人跑了 听到起诉方说的这些话 曾经以父亲为荣的红杜 瞬间遭受不小的打击 但律师也考虑到这点 直言其富只要干一件好事 就会原谅其富的罪 但红杜一件也想不到 与此同时行动的鸣铺 独自闯入黑帮的聚集地 随后鸣铺紧略微出手 便在几回合的战斗中 把聚集者打得不知所措 同时把钮扣挂上绳子 但领导者趁机逃离 并且在逃跑的途中 意外把镜香当作人质 好在鸣铺及时感到 凭借着棍棒的联机 转瞬间制服领导者 同时示意对方好好赎罪 而鸣铺这番正义的行为 勾起宏度对父亲的幻想 鸣铺表示可以好好聊聊 但今天没有太多时间 或许在长区的咖啡店 两人可以下次再碰面 与此同时有一位男子 正遭到牙血鬼的袭击 好在麻生会及时赶到 不断向牙血鬼拍枪射击 同一时间在琴弦的波动下 鸣铺随即赶往战场 此时牙血鬼释放粉尘 在封锁麻生会的行动后 一套拳脚相加的进攻 打得麻生会无法反击 正在这危机的时刻 鸣铺变身骑士的姿态 一击打断牙血鬼的行动 随后洪杜把心中的怒 直接撒在牙血鬼的身上 此刻随着战斗的开始 心中满是压抑的洪杜 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战力 即使牙血鬼使出空中飞踢 洪杜也能沉稳地接住 同时迅速地甩飞出去 接着洪杜纵身一跃 狠狠踩在牙血鬼的身上 然而在发动最后一击时 由于想起父亲的缺德事 导致洪杜愣声片刻 致使牙血鬼喷出粉尘 趁洪杜无法做出反应 立马逃离眼前的战场 另一边鸣部看到麻生会 见现场并没有牙血鬼 便把伙伴的锅甩给月琪 正在鸣部下定决心之际 由于牙血鬼消失不见 还在为父亲捕马洪杜 只好变回人类的状态